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問你說這兩相乘小一等於零 他問你他所為成面積四幾 怎麼算 其實老師一直在強調 不管大一小要先看什麼等於零 好不好 這兩個相乘等於零 可盡他等於零或是他等於零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先想像一下等於零 這兩相乘等於零 可能他是零或是他是零 哈斯林可見S平方加Y平方-8等於零 哈斯林可見S平方加Y平方-15等於零 這樣行不行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是零的時候 你可以觀察一下 他圖形畫出來 會得到是S平方加Y平方等於8 這一樣是S平方加Y平方等於幾 15 所以說這兩個東西等於零的時候 對吧 他畫出來 這個東西 他是圓形式零零 半徑式幾 根號8 這個A 這個是圓形式零零 半徑式幾 根號15的圓 對不對 所以畫出來老師可以知道 不管大A小一 先看什麼等於零 所以這兩個等於零的時候 他畫出來圖形是什麼 兩個圓 其中一個是圓形式零零半徑式幾 根號8 這樣行不行 還一個是圓形式零零半徑式幾 根號15 所以說一個小圓 一個是什麼 大圓 這樣行不行 題目說 要問你 他們所 他說在這兩 相成小圓的時候 問你他所圍成面積 來 還記得嗎 我先不要管前面 看這邊 老師你再強調 對一個圓來講 對一個圓而言 好不好 OK 我的點數表可能在圓外 可能在圓上 可能在圓內 假如點坐標在圓外的時候 帶入圓方程式會怎樣 會大一零 在圓上時 帶入圓方程式會怎樣 等於零 帶入圓內時 在圓方程式會怎樣 帶入圓方程式會怎樣 小一零 所以說我才能講 判斷點在圓外 圓上圓內 怎麼判斷 把點帶入圓方程式 大一零 圓外 等於零 圓上小一零 圓內 所以說對於 這也是一樣 對於這小圓而言 只要點坐標 在圓外 帶入圓方程式 帶入圓方程式 都會怎樣 大一零 對吧 對於這小圓而言 這些都在圓外 對吧 所以說對小圓而言 帶入圓方程式 點只要在圓外 帶入圓方程式會怎樣 都會大一零 在圓內 帶入圓方程式會怎樣 小一零 這樣行不行 在 對這大圓而言 只要點在圓外 帶入圓方程式會怎樣 大一零 點在這大圓內部 帶入圓方程式會怎樣 都會小一零 所以說這座可以發現到一個現象 你看一下 原本這個直角坐標軸 我一個小圓一個大圓畫過去 對吧 把圖形式切割成三個區域 都在外面都在裡面 一個在外面一個在裡面 對不對 對吧 假如說在這塊區域時 不管對小圓對大圓 這兩都什麼數 整數 這兩鄉層正正的 整 都在圓內的時候 這兩鄉層負負的 整 在這塊環轉區域的時候 對小圓來講是正的 對大圓來講是負的 一正一負才會怎樣 小於零 對吧 所以說是可以知道 好不好 今天把點坐標SY 帶入這兩個圓方程式 會小於零的時候 可惜這點坐標 他們會於這塊環轉區域 懂嗎 行不行 這點坐標會於這塊區域 這樣行不行 所以它所圍成面積是這一塊 這樣行不行 來 這塊面積怎麼算 很簡單 把大圓去減掉小圓 大圓半徑四起 根號15 面積四起 半徑乘半徑乘拍 所以15拍 對吧 把大圓面積 再去扣掉小圓 小圓半徑四起 根號 把面積四起 半徑乘半徑乘一拍 再扣掉八拍 所以說 那這條環轉區域 面積四起拍 七拍是出來了 OK 把這邊看一下